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深受睡眠问题的困扰 有的人是睡不沉,一直睡也睡不够 有的人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有的人睡着之后做梦特别多 第二天精神非常疲惫 其实各式各样的睡眠问题背后都有不同的原因 今天沈医生就给你讲清楚 你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并分享给你五个忠诚药,教你正确调理的方法 第一个睡不够 有的人睡了将近十个小时还是睡不够 白天昏昏沉沉的,哈欠连天总想睡觉 很容易劳累 同时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 大便也经常躺膝不成形 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脾气虚了 脾胃为后天之本 我们身上的气血大多数都靠脾胃 把食物里的精微物质运化出来 然后变成气血,营养我们的全身 如果脾气虚了,身上就没有足够的气血来营养全身 我们就会疲惫,乏力,困倦,怎么也睡不够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补气 可以参考一个六君子玩 第二个睡不着,如果你每天晚上早早的躺在床上 准备睡觉,但是翻来覆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睡着 甚至越翻越精神 平常还经常心烦急躁,嘴里发肝,嗓子肝疼 睡着之后还容易出虚汗,倒汗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阴血不足了 我们睡眠需要心神安宁才能睡着 心神需要依附在阴血上面才能不往外服跃 但是如果我们阴血不足了,心神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自然也就很难睡着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滋阴补血 来让心神有所依附 可以参考一个四物合计 第三个做梦多 有的人觉得自己一睡着就开始做梦 一直到早上睁眼,还在梦里 有的时候还做噩梦比较多 甚至说梦话 虽然睡了一晚上 但是因为睡觉的时候脑袋也在工作 第二天经常精神不好 甚至记不住事 平常觉得嘴里发苦 小便发黄,大便容易干结 好几天不解一次 舌头也很红,舌苔发黄 这一般就是身上有火了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身体里有一团火 一到晚上心神准备进入阴血 我们的阴血就被这团火煎烤 心神也跟着不能安宁 所以就会做梦很多 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清火泄热 把身体里的这团火赶出去 才不会让我们心神不宁 但是有很多脏腑都容易出现火热 我们需要看清楚这团火到底在哪 如果你经常脾气暴躁 爱发火 一发火就头疼头晕 邪了胀疼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肝火旺了 我们需要清泄肝火 可以参考一个当归龙会玩 如果你口气很重 经常打嗝反酸肚子胀 放屁比较多 还很臭 舌苔不紧黄 还很厚 这个可能就是胃火旺盛了 需要我们清胃火 可以参考一个黄莲清胃丸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 舌尖很红 甚至舌尖上长口腔溃疡 特别疼 总是觉得心里很烦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心火抗盛了 我们需要清热养心 可以参考一个朱砂安生丸 需要注意的是 朱砂安生丸 不宜长期服用 也不适合儿童使用 以上就是沈医生今天分享的内容 如果大家还是对自己的情况拿不准 可以寻求正规医生的辩证指导 不要随意使用药物